哈喽 大家好 欢迎小主 只吃籽不吃羊的西瓜 你们有吃过吗 传说中的打瓜 买回来了 咱们来试试 裂了一个呀 不太新鲜了感觉 哇塞 还废了个大的 其实它是个长的 感觉跟普通西瓜一样 没什么区别 估计这个打瓜 很多人应该也听说过 就是咱们过年吃的大个西瓜籽 严个意义上来说吧 它不是真的西瓜籽 而是这个打瓜的籽 所以说吧 这打瓜的羊 反正成了边角料了 但是我买这个打瓜的时候 我发现大部分人 都是西北那边的人在买 对了 它这个主要产地 就是在西北那边 但是这些西北人 买这个打瓜吧 还不是奔着籽去的 就是为了吃它的羊 说是为了什么 追求家乡的味道之类的 所以我就特别好奇 这个羊 难道会有什么 特别的味道吗 当然这个打瓜呢 之所以叫打瓜 是因为它吃法非常特别 不用刀 直接用手 垂打开 然后直接巴着吃就行 咱们 来吧 其实拍着它 感觉挺闷的 挺沉的 不知道我能不能打开 哇塞 跟啤酒一样 哇塞 我起来点 啊 烈了 疼死我了 哇 哇 怎么跟个生锅蛋子似的 哦 这种颜色的 白乎乎的 泛着点黄 这颜色特别浅 真的跟没熟的西瓜似的 而且它籽好多呀 不愧是出籽的西瓜 你看这里头全是大籽 哎它这个闻着 西瓜味还挺浓的 不是那种很生的味儿啊 咱们尝尝吧 哇 它这个肉 怎么这么软绵绵的呀 哈哈 而且看着也有点像冬瓜羊 是吧 特别透亮 水特多 哇 跟西瓜一点也不一样好吗 它吃着跟看着一样 特别像冬瓜 就是水水滴滴的水超级多 就好像那个羊泡到了什么汁水里捞出来 那种感觉 确切的说比冬瓜水还要多很多 绵绵软软的 海绵那种特别软 也是有甜味的 并不像生的西瓜一样 但是它是清甜 有点像那种不甜的饮料 嗯 对对对 就是那个带糖的味儿 那种甜味 看下边 一汪水 这应该不是被我敲出来的 因为它果肉里确实水特多 这个西北那边不是井水特凉吗 这要是泡里边几个 我也拿出来吃一下 肯定超级清爽 特别解渴肯定 尝尝这个籽啊 哇 好硬啊 皮比普通西瓜籽要厚要硬 这个成熟之后应该就是那个大西瓜籽吧 就跟那个厚度差不多 就是那种瓜籽的香 哦对 咱蘸个白糖吃 当地人说这个果肉可以蘸着糖吃 哇塞 蘸多了 不怎么好吃啊 它不是让那个果肉变甜了 好像那个糖和这个肉啊 汁水的不融合 就是直接吃就还可以了 人家就这种味道嘛 就很清爽 嗯 还行吧不错 就是 但是它是特别啊 我不是说它特别好吃啊 跟西瓜比还是西瓜好吃 行 今天这个大瓜啊 就体验到这了 我觉得 有些东西啊 不在于它本身好吃不好吃 而是更多的是一种回忆 情怀吧 就像这个大瓜是 如果单把它拿出来说的话 真的就是一般般好吃的那种水果吧 不过哎 咱也算体验了一把 知道这个大瓜子是怎么来的了 体验了一把大瓜是吧 行 今天这个视频它就到这了啊 喜欢的话也别忘了点赞 关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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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